我們是在談論 這個 X 在輪到出拍上面怎麼樣 如果在副拍到拍上面有那麼多點 X 使得在它附近有一顆領域 使得它這個振動 它的變化就會 不會沒有限制的電池來流大 進行它的變化的 rate 都把 C 出過來 附近來只能上屆小一點 rate 沒有一個比方 邊緣的調到要多大些多大 或是有一個人家的變化 它是不會限一個 M 小一點衝大 使得在 X 就這個 X 附近 C 變化復原的時候 它在中心點 M 的 X 變化率 C 是上屆的話 我們證明出來說 它的數列的指數 就會收斂到 然後就在這個點子 當分確定無全大 所以出來說 你只有這個點 所以我們一個點 在這邊只談一個點 如果有這麼好 所以我們有下面的摩托了點 如果呢 在複拍到拍子間 有某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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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下面的摩托了點 如果呢 如果呢 在複拍到拍子間 有某一個開區間之一 如果我發覺 函數 F 在這個區間上面 都是 0 那麼 所以在這個裡面的 任何點 附近都找不到一個領域 只能在 那個領域都還落在 AP 裡面 所以函數都是 0 所以這邊是 0 減0 那當然我們這件事情 所以就結論說 那麼在這一點 那複視基礎 作為十五變大 函數子 函數的什麼 可以 所以這個是 你自然的公認 這點可以疑問 所以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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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課本190頁 這是 就是如果 f 和 g 在一樣 這個都是這個不拍到拍裡面 那我爸覺得說他在 x 的附近 有一個領域 指 f 和 g 的行為都一樣 那麼 s 的 f 和 sm 的 g 在 x 的 z 看到的幾次的奇數相近 就近距離到領域剛剛的區間也很大 這個方法就是剛才的 這兩者相減等於 f 和 g 的負率的幾次 我看他在 x 點 因為在 x 點附近 f 和 g 是 0 所以這個上面 在這點的負率如果是都是 0 他的負率的幾次就會是 0 那你當然要想出這個 定理不是在告訴你說 他在說 收斂 他說不定不收斂 他說說他的負視幾次在這裡的 z 他的負視幾次在這裡的 z 相減之後才能告訴你 他說不定他發散 他也發散 他相減之後收斂到 z 所以這個定理沒有告訴你 他本身到底收斂不收斂 他原則收斂到 f 在 x 的 z 這個定理沒有告訴你這件事情 所以這不是你要解錄 這會收斂到 f 的 z 這收斂到 g 的 z 因此相減 不是 他是告訴你這個負視幾次 減去這個負視幾次 他想的是這個 f 的負視幾次 用上面的負視幾次 他從那邊告訴你這個東西發生什麼現象 哇 要小心 這告訴你他發生什麼現象 這在他 f 在 x 附近 有負視幾次長什麼樣子 那麼 g 在 x 附近的負視幾次 代看 n 相減 以至於相減之後 而是 potticoling 我去聽到 這個 這個 哇 哇 所以 有時候我們看 有時候我們都是看 有時候我們都看 有時候看 所以我們要看從負拍 到拍 看 x 附近 是不是 不拍到拍 那你也可以說我其實呢 沒有 減到拍 在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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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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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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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就是 x 加乙 那麼 用這個 Mocomite Zegin Serum 告訴我們說 那麼 F 和 G 其他人都不知道 至少它在0到胎的時候 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兩個展開的複視基礎 在這個裡面 相存之後的生活 所以呢 如果我知道它收斂 那麼我就知道它也會收斂 因此收斂到不一樣 那所以呢 我就知道說 xn 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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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這樣講 所以我知道說 這個複視基礎在 x 點 的行為 但它的附近 都被它修徵所決定 再說一次 就是 既然兩個函數只要在 x 點 附近 行為 一樣 則它們兩者的 複視基礎 的行為 就會一致 但是它們修徑的行為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一個函數在 x 點 附近的行為 就決定了它的 複裂極數的行為 但是這件事情 跟蜇基礎不太一樣 和蜇齊基礎不太一樣 和蜇齊基礎不太一樣 它在 x 點附近的行為 還要問它在 a 點附近的行為 當什麼樣子 因為這個 cn 是它在 a 點的導數 所以對於 蜇齊基礎而言 跟蜇裂的基礎而言 那行為差很多 一個函數 如果寫成這樣 它在 x 點附近的行為 它是某方的 a 點附近的行為的影響 這邊不是 是個蜇齊基礎在 x 點的行為 就問它們 x 點附近 就決定了 所以 可以有兩個函數 在這點 它們一樣 但是展開的蜇齊基礎 都一樣 雖然它們在這個上面 所謂到的 x 點附近的行為 將解規距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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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 如果是蜇齊基礎 如果我在這點附近的行為 它在這點附近的行為 就影響到所有 它不可能 它在這邊的行為 就注定在其他點的行為 你要長得一樣 所以如果有一點附近 它全部是 0 那麼你去做 胎熱展開 那這個系數就通通是 0 那這個函數就通通是 0 所以影響到所有其他點的 x 它都是 0 所以這個 是蜇齊基礎 蜇齊基礎的 我們都知道是這個函數在 bz 裡面的各界島處 如果都是 0 它其實通通是 0 不管 x 4 有 它都是 0 如果 f 可以形成它的密集 所以它不是 localization 它是 robot 它在一點的行為 就能講到 所有其他點的行為 所以這個詩很棒 但是呢 因為它的結束是用微分來做 分裂結束是用積分來做 所以很可能兩個函數的 所以跟積分的行為 是要看 可能兩個函數不一樣 但是積分起來竟然一樣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差別 你可以用微分來做係數 你可以用積分來找係數 好 所以這個是 上次最後 最後證明完了這個電腦的一些觀察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就是 有什麼問題 是 有什麼問題 對 有什麼問題 就不可以出現 這類的問題 是 有什麼問題 要有什麼問題 給我 是 有什麼問題 就不可以出現 這就是b2ix可以從full and w的 搭配它長這個樣子 我們知道說 這些限子2i分之1 低分和積分 只能是1 以前是對測4x x分之2 是一樣的 為什麼要研究它呢? 因為我發覺我們的守恩向和 我給一個f 復開刀開階段來做 守恩向和的式子 這就是我們cN的係數 cK cK e to the i k x 可以從註問到 叫做f的守恩向 部分和 它覺得說其實就是f 它這個kernel的註問進去 那我們上次就用這個觀察做出來的問題 但是呢 如果下面我希望 再繼續探討說 這個到底f 在哪些點 可能是這樣子 那麼sN會不會有收斂 我們可以繼續讀這件事情 那一開始發覺說 這件事情稍微 難了一點 所以呢 我們會放寬 每次問題就這樣子 如果那個問題覺得做起來很難 那我們就稍微把我想要的結論放寬一點 看看我可以不做出一些東西來 我現在先不只看sN會不會收斂到f 我找另外一樣東西 問 它如果會不會收斂到f 然後再問說 那件事情 有沒有機會轉換成sN 所以我們就很記住 我們以前有一個觀察是什麼 那 如果我知道說aN 收斂到a 那麼我們就知道 就是要把aN 加到aN 加到b 再把mN 除N 就是反過來不對 如果我知道aN 這個 sequence有極限 就把它做了pD之後 會有同樣的極限 然後就省省省省省省 我現在反過來 如果aE加到aN除以N 會收斂 那麼ae B,N不一定會收電到A,所以有些好能力,所以當我要問SN會不會收電到F ,我說這個問題太強了,我問弱一點,我問S1加S2加S3加到SN除以N,會不會收電到F ,我現在問一個弱一點CesaroSumability的問題, 我先做平均,如果它會收電到F ,至少表示說,我得到一個弱點的性質,然後來問,我有辦法recover,連當初的S都會收電,所以我現在要做的Kn,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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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還是B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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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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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D2 還是1 因為D0的積分是1 D1的積分是1 Dn的積分都是1 所以上面有n加1分1 除以n加1就是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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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3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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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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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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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6 現在我們要利用它在 x 的平區性 把這個積分割成在 0 個附近 它遠離 0 的積分 所以我把這個積分拆成 part 1 和 part 2 其實把這個積分拍到的盤 都能記在 0 到 delta 記著絕對記在 0 到 delta 還有 delta 的盤 那個 delta 怎麼來 就問 f 既然你告訴我在 x 點連續 那麼 t 要多小 則我把 f x 點 t 點去 f 的 x 所以 我們就跟 i eps 喔 我們有什麼大命令 那麼 我們有什麼好看 幫你按照 f 的 f 再 x 點連續 配置要 t 夠小 f 跟 x 加 t 離 x 不遠 它的函數值 找到不小的 epsilon 找到不小的 epsilon epsilon 開始先給好 我們就找到了 delta 然後 f 再 x 點連續行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 delta 來寫成 一對七分 來掉入裡面 一對七分 就是 鋪拍一分之一 在一頂個故事裡 這裡一個 故事 ض 我先暫個點 暫個點 圖寫黑夜燈 書寫黑夜燈 非常好 第一個基本的就是這個 我寫的真正好似的,我們應該寫的一遍了 應該寫的一遍 第一個就是小epsum 這是我寶貝dell的邀請data 是如此的選出來 使得第一個 after difference 是x data Epsilon Epsilon 拿到最外面去 這個 拿到外面 只剩下 an 就只有7分 然後呢 就用2這個形式 所以 有時候他小英等於 你跟他小英等於 可以 按 剩下的這個 這個就是主題 再到排列積分 加了絕對值之後 H2 第二個性質 它是有見的 所以我再把它很慷慨的動身 來自信一下 過排 到排列積分 那如果是 Benzel kernel 那麼 你知道它永遠是正 永遠是正的 所以這個絕對值可以拿掉 這邊就放Kn 你又知道Kn從 排到排的積分始終是 1,2,3,4,1 這邊就可以讓它小一點 比較爽成 對 第二個 其分 就是剩下來的 或是 不是 在排列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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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積分 在排列積分 F F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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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一套备的 F的宿可 所以这个宿可就是F在里面的Supreema 它现在是有结的Supreema一定存在 一小一个一个个 F的Supreema 放出来 F也拿出去了 只问VN的行为 这边也拿出去了 所以我问一下VN的行为 它绝对值在整个区间上的积分之一间 那这边拿出结果 VN的绝对值远离0的地方的积分 需要区间0 然后区间完全大 所以这边用到的是2 性质 现在我们要用三位性质 远离0 不管这边拿出来 只要远离0 这边有积分的质量 再去看看 就这个 再去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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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這一行 上езд吝,并ép didn't assume, 它變成極最大, 那麼amatiyos曝由低部分的貢獻, 長大鬼不少 Hall 而它 2023 的生命, 所以他有極限 我們當然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這個是一點點的 如果f 在x 連續 則他會生命到nmx 如果f 在某一個區間上面連續 那我們譬如說在這個區間上面 這件事情都會對 那就可以談是不是一致收斂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做幾個extension 那是第一個 我們剛剛做的半件 做的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f 是整個負胎 到胎上的連續來數 那麼他就會收斂到他 為什麼呢 由於他是連續 所以我們整個負胎 到胎 就存在一個data independent by x 如果f 在負胎到胎上面連續 那就負胎到胎上面的一致連續函數 所以這兩個只要距離夠近 不管他在哪裡 他們的差就可以被控制小於 你要求一個ε 也就是一致性 所以呢 只要給得好這個ε 不管x在哪裡 都找得到一個共同的delta 只能這兩點中間沒有超過delta 但是數字就不會超過ε 所以你把它繼續完成 就做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的收斂是一次底收斂 其實這時候要講一下這個n 我這個去聽到0的速度是一致的 因為這邊看不到x 這邊看不到x 這邊這個ε 也看不到x 他是隨便給我那個ε 不管x在哪裡 第一個積分就小於ε 乘上一個a 第二個積分就小於兩倍ε 乘上一個 一樣的小 不管x在哪裡 只要n夠大的 n小的數字 所以 所以 你應該在這邊先把它寫 休息 休息吧 休息吧 不再休息 我先來休息一下 你先休息 ロー 農…